桃园市炉竹香大华街 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火警 民宅内有一家四口 只有54岁的正姓屋主 及时逃生 而太太和两名就读国中的子女 都不幸命丧火枯 这起火警同时还颇急 隔壁邻居 有一名英雅妇人重伤 送医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消防人员不断用水珠潮屋内灌旧 专造屋顶还冒出阵阵白烟 火警发生在凌晨12点多 位于桃园县炉竹香大华街的一处民宅 突然冒出火蛇 54岁的正姓屋主及时逃出屋外 双脚烧伤送医 但妻子和一对救赌国中的双胞胎儿子 却受困屋内 直接送 直接送 火警波及隔壁邻宅 造成60多岁的英雅妇人被呛伤 救护人员不断进行CPR 但送医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我们的抢救之后 很不幸的他的太太跟小孩 已经罹难在里面了 邻居表示 正姓人家是低收入户 生活开销 几乎都靠政府补助 暗夜火警 两成三人死亡 两人重伤的不幸意外 记者梁明镜 李婉婷判刑任 桃园报道